大家好 午安 接下來是由我進行上週的疫情檢測報告 上週特殊疫情是兩例的肉毒感菌中午確定病例 此外是第二類的法定傳染病通報件數比去年同期微高 其餘的法定傳染病跟死亡病例 看去年同期比較並沒有什麼 接下來是國內重要疫情部分 首先報告腸病毒 上週是新通報有6例的腸病毒的通報病例 但其中沒有新增的確定病例 那本年度截止至5月24日為止的話 總共是有8例的確定的腸病毒重症病例 那並沒有死亡的病例 大家如果看紅色的這條線是門診的手足口病 跟泡疹性淹假眼的就診比率 那可以看到近幾週來是持續上升 那如果看急診的一樣是手足口病 跟泡疹性淹假眼的就診比率來看的話 跟前幾週相比也是持續上升 目前還是處於流行期當中 那在社區的病毒監測的分型當中 社區的這些檢體裡面 大概39%是腸病毒的陽性 那陽性的檢體裡面最多的是克薩奇的A型病毒 大概佔87% 那另外第71型的腸病毒 這個J型的病毒大概佔3% 那在登革熱方面 上週有新增以例確定的本土登革熱病例 那是54歲居住在高雄市的女性 他是5月8號的時候發確定的本土個案 那2010年總計本土到現在有45例的確定病例 那是高於20年的同期 在流感部分 社區的病毒監測的資料顯示是 近三週的呼吸道檢體當中 主要是流行B型的季節流感 也就是大家看到綠色的這個部分 那大概佔91% 那其餘的話70%是H1N1的新型流感 那目前到現在分型的157株的新流感病毒 同時我覺得那還是疫苗 病毒的基因型檢驗是有檢出8株的客流感抗藥株 如果你去看重症的住院確定病例來說 大概從今年第15週開始 確診的流感重症的病例 都是以B型流感為主 那在門急診的類流感的就診比率來說 與前一週相比的話 其實是呈微服下 如果您去看死亡的個案 死因有提及肺炎或流感的通報死亡數的話 那最近一週是232人 那是低於前三週的平均值 國際狀況疫情主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肺炎病毒 那在中國截止至今年5月4號為止 那總共是有通報了42萬7278例的肺炎病毒感染病例 其中有5454例是重症的260例死亡 那中國的病例是主要集中在廣東廣西的良省 另外香港在截至5月19日為止 也通報了159件的手足口症群聚 其中有28件是腸病毒的71型病例 新加坡也通報了9056例腸病毒的病例 那也是高於去年同期 那另外是麻疹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麻疹的話 中國的北京市今年5月10號到5月16號 總共有報告241例的麻疹 那其中有2例死亡 所以從今年4月底開始 北京市的麻疹病例其實已經連續3週的病例數 都是去年同期的2至3倍 那其他方面大家可以參考上面的資料 腸病毒是處於流行期 那新增有一例本土的跟隔熱確定病例 那流感的整體疫情其實趨緩 那疾病管制局是為密切監測相關的疫情趨勢 謝謝